啵大行星 太阳系的形成的时候就是一团云气 然后不断地收吸基盘 吸附聚集收缩 中间的收缩聚集成为一个太阳 旁边的收缩聚集就构成了行星 然后还有卫星 然后构成所谓的太阳系 这是一些图片的说明 这个是叫你说的超新星爆炸 然后压缩这个云气 那一云气被压缩之后 中间就形成了太阳 然后旁边旋转吸基盘 然后构成了行星 所以有一个超新星爆炸 正波在宇宙中传递 然后压缩一个星云 让里面的收缩变成原始的太阳 然后旁边在旋转吸附 然后就会构成了所谓的行星 太阳系的基本上大致的简单的说法 叫星云学说 就是说大致的形成过程是这样 这个影片其实上面有个 上面有个时间 几万就从零开始到几万里会构成的 可是它的内容不是非常的清晰 所以告诉你收缩聚集 大家看不太出来什么解收缩聚集 一些云气收缩聚集 然后内部就形成了恒星 泰雅 然后外面聚集 那已经四十几万年了 然后外面继续在那边吸鸡排 收缩聚集 转转转转转转转 然后呢 构成了所谓的行星的系统 就是太阳形成了 一百万一百多万年 然后呢 旁边的星云收缩聚集 开始会构成一颗 它里面先渣渣 再聚集 然后开始变成恒星 没对不起 变成行星 收缩聚集 变成行星 这样子 应到现在了 四十六应到现在 大致的状况是这样 行星 国际天文学联会2000 我的讲运是最年开完会 我把讲运重新重写 它也规定 为什么要做这个定义 到底要告诉你 他说这样的叫做行星 第一叫太阳废话 第二够大颗 要大颗到 它本身的重力可以让它内收缩 形成一个球形 因为球是在同样体制下 表面积最小的 收缩会成一个球形 然后第三个叫清干净 清干净 渣渣都清掉 这个后面会再跟你解释 然后根据这个定义 现在太阳系就只有 飞科行星 飞大 一要背 二要照次序背 三理论上小学背过 小学背过 四学测考过 学测考过 一要背 二要照次序背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 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扫掉一颗星 扫掉一颗星 金木水 扫掉一颗 以前我念过的星哪一颗 冥王 冥王被干掉了 为什么冥王会 那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冥王会干掉了 因为它是个不孝子 那我会告诉你 他为什么被关掉 我要照次序背 好 再说一次 一要背 二要照次序背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 天王有 飞大行星 飞大行星 就是你现在找到的图片 就是以前 所以都会画九大都个迷幻 你看到 迷幻 这边有外的看到没有 你拿歪歪的看到吗 所以他说他像孝子 他说他像孝子 他说跟别人不一样 好你看哦 这边 所以你发现 冥王星不是随时随地 都是离太阳最远的行星 他有说会跑到比海王星更里面 就比海王星更靠近太阳 然后人家都是这样 就他一个歪歪的 他就不孝子 他被看掉也只有你 没有比一个 他就快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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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迷幻大行星 好 这个探过就好 这个探过就好 这个不用背他 只有那个密度 有一点点重要 到晚会带到他 就是那密度有点重 那棒会不会带到他 你带到他 带到可以了 好 不用背这个数字 不需要 好 这是图示 你可以看 这也是另外一个 迷幻星被看掉的原因 你看到 我们前面四个都怎样 小小颗 对不对 接下来四个都怎样 大大颗 对不对 那迷幻星 这样看起来还可以大颗 对不对 所以他非常小颗 前面他又更小 小巴拉鸡 他又是个不孝子 就跟别人通通都不一样 所以他说他被看掉 不是没有原因的 应该要被看掉 他都跟别人通通都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这是八大行星 好 来 这是重点 太阳系的行星那两类 一个类地 一个叫类木 重点一 为什么会有类地跟类木 重点二 谁是类地 谁是类木 重点三 类地跟类木有什么不一样 重点一 为什么会有类地跟类木 太阳风吹的 太阳风吹出来 太阳系形成的时候 太阳风吹出来 把轻的吹到外面 重的流到里面 吹到外面 就形成类木行星 流到里面就形成类地行星 所以重点一 为什么会有类地跟类木 太阳风吹的 重点二 谁是类地 谁是类木 前四颗 前四颗 北京 低京 地球 火星叫做类地行星 后四颗 沐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叫做类木行星 有一颗星又不在里面 谁啊 离王 离王不在里面 OK 以前 现在科伟林改了 以前在考试的时候 九大行星的时候 他就问你说哪一颗星 不在类地也不在类木 就是离王 现在因为你被干掉 不叫做行星的这些 就不太需要这个 离王不在里面 反正好 重点一 为什么会有类地跟类木 重点二 谁是类地 谁是类木 重点三 类地跟类木 有什么不一样 类地跟类木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类地行星都很小颗 词量也很小 类木行星都很大颗 词量都很大 但是 重点 类地行星的密度 比较大 类地行星的密度 比较大 刚刚讲过嘛 青的出外面 重的里面嘛 所以根筋 为什么会有类地 为什么会有类地 你就知道 类地行星的密度比较大 类木行星的密度比较大 类木行星的密度比较小 为什么一个大颗 一个 一个密度 大个密度小颗 它的组成不一样 类地行星的组成是 岩石跟金属 类木是气体跟地球 你还记得我们讲地球吗 我们前面教布体力 我们不是讲过吗 地球的地壳跟地盘是什么 岩石 地壳是什么 金属 地壳是金属 所以 类地行星的组成是由 岩石跟金属构成的 类地行星的组成是由 气体冰出 或者 现在密度不一样 类地行星的密度大概在 4到5之间 好 4到5 最少是0.3 3.9 接近4 大部分在5 类地行星都在1 附近 跟水差不多 有的还有一个比 比水还要小 有的比水还要小 在1附近 所以 那 这两个重点 那另外一个 类地行星的卫星都很少 水星跟金星没有卫星 地球只有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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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类地行星的卫星都很多 都十几颗 所以天上有十几个月亮 类地行星有十几个月亮 所以类地行星的卫星都很多 类地行星都很少 这个有人问过 夏教师没人问 如果有教教授 这类地行星没有卫 内幕行星有卫 最有名的卫星 最有名的卫星 最有名的是土星卫 看到土星卫 那一圈 土星卫 看到 有那一圈 那叫土星卫 英文叫维纳斯的戒指 这是 好 现在发现 其实每一个类幕里面都有卫 是有个卫 比较稀薄 比较看不太出来的人 都有卫 可是类地都没有卫 可是类地都没有卫 这一件事基本上没有人问 但是有人问过卫星这件事 类地行星卫星少 类幕行星卫星多 最想问的是 它密度跟主神 类地行星的密度大 类幕行的密度小 类地行星是由岩石跟金属构成 类幕行星是由气体跟密度构成 重说一次 重点一 为什么会有类地跟类幕 太阳风吹的 心的在外面 重的流 里面 重点二 谁是类地 谁是类木 前四颗类地 后四颗类幕 重点三 类地跟类木怎么不一样 类地行星 体积小 实量小 但密度大 因为它是由岩石跟金属构成 类地行星 类地行星 体积大 质量大 但是密度小 因为它是由气体跟冰雪构成 类地行星 基本上没有卫星 类地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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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被练在行星之列 你又有什么错误呢 因为以前与他这么大哥 他看看他这个怎么大哥 他好小 很小 小到那个实在是 看起来不够格当作行星的样子 很小一哥 但是又是就是了嘛 又是就留着他 可是他实在太奇怪了 第一 大家讲过 全四哥都很小 后四哥都很大 但他应该要大哥 然后非常小哥 小哥玩密度跟棉部一样 类地行星的密度呢 四到五 类目的一附近 冰王密度只有二 也不大 为什么 因为类地行星是有岩石跟金属造成 冰王只有岩石没有金属 所以密度只有二 好 再来 当然共转轨道 人家都差不多都这样子 差不多同一个平面那样 那一个人就没有挖 那一个人就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他有太多的情况 看起来都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其实早就有人想把他干掉 早就有人想把他干掉 而且当时发现冰王星的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有库伯代 我后来会简单带到库伯代 那他高中才会比较强 那库伯代 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库伯代 所以早就有人认为 冰王星根本就不应该称之为行星 他应该只是库伯代的很多小 就只有一个而已 所以事实上 2000年美国纽约 因为新开幕的海盾天象星里面 就只把直转式的伯大行星 基本上是拿掉的 就在美国还引起一个小小的波动 对 美国的小学生就发起了 抢救冰王星的一种 然后把他抢 为什么要把他抢救回来 因为冰王星是美国人的骄傲 金木悬火主这五颗行星是 但是古人用眼睛就看得到 就一直看得到 就一直看得到 海王星跟金王星都不是美国人发现 冰王星是美国人发现 所以冰王星是美国人的骄傲 这颗行星是我们美国人发现 所以打个干架 他们心里会受到伤害 他们发现行星不见了 没有了 之前也有人开会想要投票 就把他干掉 所以当时没有成功 可是后来没有办法 被逼人为办法 为什么没办法 因为跑出来一颗星 就是这个 2003年发现了一颗星 当时暂名为奇纳 现在正式命名不命名人厄理斯 因为这个行星的命名 要经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通过 所以他听了二里斯 中文班说戏神星 因为这个二里斯这个神是吵架了神 所以中文班说兄弟是两个戏 戏神星 吵架了一个神 好 发现了这颗星 他跑来打破 因为他比冰王星还打破 他比冰王星还打破 你如果冰王星都能够叫戏星的话 那我当然也可以叫做行星啊 所以当时有报灯才是报导说 我们发现了第十颗星 因为这颗星的出现 第一个科学家面对现实 到底怎样叫行星 这个到底算不算 二里斯到底算不算行星 因为以前都是英雄狗血下来啊 古人用眼睛看啊 他跑来跑去 要星球 要叫行星 然后呢 天王星啊行星啊 海王星啊行星啊 天王星啊行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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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从来就没有真的定义过 到底什么叫做行星 可能就是英雄狗血上一样下来 可是因为二里斯的出现 二里斯的出现 逼的科学家 要 所以来说 好你现在告诉我 到底怎样的星叫做行星 到底什么样的星星 因为他一定要做定义嘛 所以叫开会 做定义 事实上啊 在那一年啊 那一年在真正结论出来之前 我在报章得到看到的消息 大部分都是写的说 太阳系即将会有12颗13颗星星 就是 就是 尼王星也算 二里斯也算 如果你们两个算 那是谁也算 那是谁也算 那会有12、13颗星星 结果谁知道看我们通知三颗星 就是这样 八颗星 他就拿八颗 八颗 就把余王星给 散掉了 所以 第一个科学家 要重新定义 什么叫行星 他要开会 看完就是三个 三个定义 第一个叫太阳 第二个够大颗 第三个 清干净 然后 在这个定义之下 余王星抱歉 你不够格 把它散掉了 所以就只剩下 从九大行星变成 八大行星 九大变成八大 变成八大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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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有个表格 回答下列问题 讲过数字不用背了 数字不用 如果考证有考证会把它给你 只有一个 这个AU 要背 要看 想看有处 想看有处 看到没有 AU AU 叫做天文单位 太阳跟地球的平均距离 一亿五千万公里 这个是用来量测太阳 太阳 系内距离 远近的用 单位 就是AU 一个AU 两个AU 这个要知道 这个要知道 其他上面的表格的数字 都不用背它 但是你要知道 什么叫AU 一个天文单位 天文单位 指的就是地球跟太阳的平均距离 大小是一亿五千万公里 一亿五千万公里 一亿五千万公里 对啊 OK 好 来 BIRDA里面 谁质量最大 谁质量最大 很好 有人说 木星大道 差一点 就会变成第二颗太阳 还好它没有 如果它真的变成第二颗太阳 我们也不用活了 因为我们左边一个太阳 右边一个太阳 我们就被讨焦了 我们就地球 地球应该就不为什么适合生物生存 就适合生物生存 请问你谁跟地球 请不要看温度 温度有很多的影响因素 你只要管体积 就是半径啊 体积啊 密度啊 质量 你看看 哪一颗星 比我们最近 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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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星 金星的质量啊 密度啊 跟地球最接近 OK 水星离太阳近 所以我直接报答案给你 水星离太阳很近 表现应该很热对不对 对 没有 你看它温度 有很热对不对 但是又怎样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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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 你要记住 只要这个没有水 没有大气的星球 就没有人帮你保温 没有人帮你调节温度 你就会 温差很大 是不是温差很大 高的可以高到 八九百度 九百度一千度 低后来低到零下一百多度 OK 温差很大 来 后面就会带到了 水没有大气 水星没有大气 月球没有大气 还有一个火星 火星有 但是非常的稀薄 几乎是 没有 那这些星球都有什么特征 温差大 OK 所以这件事要记住 记住什么事情 没有水没有大气 帮我保温 帮我调节温度的星球 温差都会很大 我们会提到有三个星球 一个是水星 一个是火星 一个是月球 火星是有大气的 十分稀薄 少到快跟没有一样 哪个星温度最高 哪个星温度最高 金星 金星 金星为什么温度高 不是因为 最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它离太阳近 最主要原因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的大气十分浓密 有90多个大气压 而且几乎全部都是二氧化碳 因此有强烈的温室效应 我们后面会交到温室 它会放热 加热空气 所以金星会温度很高的原因 是因为 它有 濃密的大气 而且几乎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有强烈的温室效应 所以保温效果太好了 所以它变得非常热 请问你哪个最低 因为它最远 以前考卷上写九大行星 那是谁 是冰王 如果考卷上 还有人不长眼 跟你写九大行星的话 那答案就是冰王 冰王最冷 但是冰王现在也不算行星 就是 海王最冷 所以 因为它离太阳最远 所以寄出能量最少 所以温度会最低 OK